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有29个国家高级代表团和180余名外媒的参加 40多年前 中国老将军刘华清点起脚尖参观美国航母设备的一幕还依稀在眼前 如今中国海军终于站起来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 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75年批波斩浪 75年向海图墙 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从弱到墙 一路步履铭腔 驶向深蓝 从小艇到巨舰 从黄水走向深蓝 闭波荡漾 海风徐徐 4月20日至24日 中国海军在青岛 大连 烟台 上海 厦门 广州 湛江 海口 三亚等地都组织了军营开放日活动 其中在青岛港三号码头和青岛澳帆中心码头 共安排了6艘舰艇向公众开放 青岛三号码头靠波展示的是贵阳舰 石家庄舰 可可西里湖舰 红泽湖船 青岛澳帆中心码头靠波展示了开封舰和邯郸舰 要知道上面小编说的这些舰艇可都是参加过亚丁湾护航 出国访问 连演连训等重大任务的 6艘军舰上的国旗 军旗迎风飘舞 从舰守到舰尾都悬挂了通信采旗 这是海军特有的满旗仪式 只有在迎接贵宾重大节日或是重大活动期间才会悬挂 青岛的码头热闹非凡 排队等候参观的队伍超过百米 爬闲梯 登甲板 市民游客一路走一路看 官兵们都一一进行了细致的讲解 听完了讲解 市民们纷纷表示 人民海军越来越强大 我们对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充满了信心 民众对神秘军营的期待和对舰艇的热爱程度 大大超出了预期 20日下午 环球时报记者在青岛港三号码头开放现场看到 每艘开放舰艇面前都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 尤其是导弹驱逐舰贵阳舰的排队者更多 排队等待的辛苦 在登上贵阳舰的那一刻都被讲解员的暖鱼所融化 有合影需求的提出来 我们都可以满足 尽管采访了很多次舰艇开放日 记者还是被这样周到体贴的安排所打动 此前采访中有很多民众都有和海军官兵单独合影的心愿 贵阳舰恰逢时的安排了合影的福利 在甲板上一位年轻帅气的军官正在为参观者讲解舰上的火炮和导弹 我们舰艇具有远中近三层防空拦截系统 舰上的副炮主要是用来进行末端防御 此外我们还有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防空导弹进行中远程拦截 据介绍 这位兼职讲解员是贵阳舰的代理舰长少帅 舰长亲自当讲解员并不多见 1986年出生的少帅已经先后在三型舰艇上服役 他表示从今天的舰艇开放日中 也能感受到民众对海军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对海军也越来越了解 近些年人民海军经历了高速发展时期 在世界舞台上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作为国际性军种 我们舰艇先后执行过中外连演出访活动等 值得一提的是 在开放日的当天 时隔四年再度迎来了港澳台和180余名外国记者 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的外媒和台湾媒体 均在20日登上了中国海军舰艇 时隔四年之后 港澳台和外国记者依旧对中国舰艇关注度很高 在讲解员结束讲解之后还围拢着补充提问 其中一位记者对《环球时报》表示 登上舰艇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中国海军的飞速发展的确是很强大 并且还能够感受到人员素质很高也很自信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特色科目展示体验区 打卡点盖章留念区 军乐表演区等区域 打七语、学绳结、学习穿戴自前式潜水装具等 让市民游客可以在感受舰船独特魅力的同时 还能体验到海军特色文化 据介绍青岛港三号码头的四艘舰船将一直持续开放到4月24日 这期间每艘舰船每天至少可以接待3000名观众 截止到小编发稿 接待的人数已达到10万人次 正值人民海军成立第75周年 相应的主题宣传片《引入深海》也震撼来袭 众所周知 在解放军官方宣传片里往往都会隐藏着诸多惊喜 那么这次的《引入深海》中能看到哪些彩蛋呢 让我们跟着这部宣传片的剧情慢慢捋一遍 首先宣传片的主角是039B型常规动力潜艇 它也是解放军现役最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 影片一开始就是潜艇在水下进行损管训练的紧张场面 其中有几句话让小编印象深刻 在这深海里 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是潜艇的一部分 我们潜艇兵除了生或者死 没有第三个选择 这几句话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潜艇部队的特殊性 不同于地面部队可以根据需要撤退 也不同于必要时空军飞行员能够跳伞 水面舰艇的水兵能够逃生等 深海里的潜艇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所有艇上人员是真正的共同体 如果潜艇出事 大部分情况下 潜艇上人员要么一起活 要么一起死 尽管现代潜艇也在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包括为潜艇配备逃生舱等设备 但总体而言 深海潜艇的逃生难问题 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而这也反过来塑造了潜艇部队独特的团结和韧性 接下来就是激烈的红蓝对抗演习 其中最让人震撼的是 这次对抗的主力竟然是双方航母编队 这也是中国海军首次官宣进行了航母对抗演练 显然解放军现役两艘航母 辽宁舰与山东舰都参加了 当真是规模庞大 作为红方编队的一员 潜艇秘密出航 执行侦察任务 蓝方编队则出动了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和驱逐舰展开探索和驱逐 从这一段反潜对抗演练中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反潜作战的全要素 首先就是陆基反潜巡逻机出发 在目标海域投掷声纳浮标 要注意的是这段中国反潜巡逻机投放声纳浮标的真实场景可不多见 从剧情看 反潜机投放的应该是主动式声纳浮标 它会释放发射声波并接收到目标反射的回音 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反潜平台 作为搜索潜艇位置的依据 蓝方舰队此后还相继出动了055型驱逐舰 并从辽宁舰航母上起飞了反潜直升机 潜艇接收到声纳浮标释放的脉冲信号后 迅速进行反制 通过悬艇在水下180米的位置躲避反潜探测 接下来进入演习的高潮阶段 山东舰率领的红方航母编队出场了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 红方指挥室通报 受敌强电磁干扰 卫星仅能发送敌方编队的概略位置 具体信息尚不明确 指挥员随机下令 命令一号艇加强目标搜索规避 二三号艇做好掩护准备 这其中透露了两大信息 首先证明了中国已经具备 利用卫星实时侦察对手航母编队位置的能力 甚至在遭遇到强电磁干扰时 依然能够提供概略位置 其次还能够向潜伏在水下180米的潜艇发送命令 协调潜艇编队相互掩护 这表明中国潜艇具备水下接受复杂情报的能力 并且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单打独斗 接下来潜艇奉命突破封锁区 并从鱼雷馆发射了无人潜航器 无人水下潜航器也是近年来大国海军重点发展的新装备 它们的目标不明显 噪音小 可以执行从水下侦察 监听到充当诱饵或反水雷等各种任务 海军宣传片里的这款无人潜航器属于有限控制 虽然活动范围受限 但能够执行的任务种类更为丰富 从后续情节来看 应该正是这种无人潜航器的隐秘行动 才让红方潜艇提前发现了蓝方航母编队的噪音 并迅速测绘其位置 随后潜艇穿越海底山脉抵达预定的发射阵位 准备实施致命一击 只见潜艇在水下缓缓驶过时 突然轰的一声一枚外形粗短的前射洲际导弹冲出水面 在空中点火升空 不用怀疑这就是巨浪2前射洲际导弹实弹发射的真实画面 巨浪系列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核潜艇前射弹道导弹 巨浪1和巨浪2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都为中国海军编织起一张足够坚固的海基和威慑网 正因如此该画面一经发布立即就引起了一片欢呼声 不少网友直呼中国海军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记得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